中文字幕 李宗盛 早前在清土探訪的途中 路的這邊就因為交通關節 造成車輛排到漏漏灯 所以風太過以後的 第二十一席新東海公路 在水里鄉新山川路大探訪是相當嚴重 交通關節也因此不斷發生 影響很大啦 影響很大 尤其它是在 最巔峰的時刻 這樣子的管制 尤其在五點以後 或是早上來七八點 所以那困難是滿大的 除了時尚交通關節 要經過這個路段 就要小心上台的途中會漏漏 地方因此有要求開票便當的聲音 它這條路都是用管制方式 管制方式如果你像大的石頭下來 大的土石流下來的話 你就要有很長的時間 甚至一天的工作天 或者半天的工作天來做 就是很麻煩 如果是救護車過來 那個狀況更糟 因為它是緊急要救護的 所以你施工 這個必須停止 這個被管制不能前進的時候 會影響到這個病患的治療跟搶救 不過說到救客人為 開票站成便當地 目前風台機並不是很適合 也不一定會比較安全 隨時好以我颱風來 那個陳柳南溪的所謂會暴漲 那施作便道有它的危險性 而且沒有路燈 那有可能那個開車開那邊掉下去的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相對上 是走那個心理便道是非常危險的 信義鄉農會總幹事 王智會表示 目前正是信義鄉農造成三期 現在交通狀況 對農民造成很大衝擊 病毒只要使過這個危險路段 讓大家通行方便和安全 政府是應該要做 其實這個便道 我們不用做得很高 我們一般來說 簡單我們的交通車 我們可以過 我們的費文 我們的土地區可以過就好了 我們不需要做到 要做到什麼 高規格的 也不用說花很多錢 但是為了百姓的安全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去做 立委馬文君 為出秦主和姓義 幹部團協調 幹部團相當堅持便道 不適合開票的生活 馬文君強調 如果沒有開票便道 公路單位就必須在最多的時間 來改善路空 行為當地區民 一條安全便利的出移道路 要怎麼做一個區隔 讓這麼快要把這些 要漏下來的這些土地 這麼快要清除完畢 就快來做防護的措施 我們會要求工夫段 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這些通通做完成 那後續的話 我們會輕鬆來做修復工程 做一個行方指針保護 那避免後續會影響到用人的行車安全 幹部團協調 會盡快來改善交通關節狀況 後面的環境 也會保護通行的安全和順暢 接下來王朝聖柴鳳報道 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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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 感谢观看